大家好,我是Ben 今天我們來到大直的維多利亞酒店 主要呢,Vigbo R 神車的交車典禮 台灣總共有大概10個車主 今天要進行一個團體的交車活動 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 他們特別邀請了來自國外的一個 Ducati的專業試車手 他還參與了車輛研發的過程 所以從他身上可以了解到 V4R開發整個過程 還有這個車輛的一些細節 那雖然呢,米蘭車展 其實我們已經對這輛車有所認識 但是呢,我們還是透過他的介紹 帶著我們一起來了解一下 V4R的一些細節吧 好,大家可問一下 我有懷疑,這個車是不是直接就直接下塞道 當然是是的 I'd love to see you and your family 我們在台灣 因為他必須要很懂疫情 他必須要非常知道賽道 他真的有在騎車 之前參加過SBK的比賽 在999、1098R 還有999、1098R 後來他在國獨立南負責 Panigale這顆疫情的生產 現在他是負責 Ducati的教育訓練 然後還有新車的研發車 是車手 Kalos Senano 謝謝 我非常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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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灣 使用這輛車 為所有的 Kalos表示 過去打造一輛車的時候 你必須考量到一般道路上行駛的方便度 但是呢 打造V4R變得非常的容易 因為一切的考量只為競速而升 所以V4R根本就是一輛工廠賽車 市售版的V4R擁有221匹的最大馬力 而車重呢 只有193公斤 馬力重量比來到驚人的1.14 當然這種狂野的車啊 你必須壓榨他100%的動力啊 所以在搭配鞋子管之後 最大馬力可以提升7% 最大扭力呢 則是提升6% 最重要的就是呢 他的重量減輕了5.5公斤 186.5kg 後面的輪廠是1.25 在釋放所有束縛之下的V4R擁有234匹驚人馬力 而重量呢 只有186.5公斤 最重的馬力重量比達到1公斤擁有1.25匹的瘋狂數據 用這個數據套到速可達上面 大概就是一輛125cc的車擁有100匹的動力的概念 同時呢卡羅斯也強調其實啊壓榨出引擎最大的馬力啊 並不稀奇 最難的是在啊調教這顆V4引擎的出力表現 而這顆來自MOTO GP技術的V4引擎 在8500轉之後呢即可爆發80%的扭力 造就出非常寬廣的扭力帶 而轉速呢也非常的瘋狂擁有了16000轉的最高轉速 升到第6檔後呢還可拉到16500轉 這也是今年WSBK大家都在講V4R開外掛的最大原因 當然呢造就出這樣瘋狂的馬力表現 歸咎與它那超短充塵的舉軸設定 以及鈦合金的連桿 光曲軸的部分呢就減輕了將近1.1公斤重 每次鈦合金連桿呢更偷輕了100公克 搭配上單一活塞環鈦合金的氣門 讓整顆引擎的極限啊推至巔峰 這就是最特別的部分 同時呢這次他們也為了V4R推出了STM的幹式離合機套件 檔位間除了結合更精準強烈外 在退檔時呢也造就出最順暢的後輪滑動感受 Ducati 當然相信空力套件是大家矚目的焦點 你們也知道Ducati花了很多精神在做空力科學方面的研究 這樣的技術也帶到了V4R上面 更寬的車頭造型以及更高的擋風鏡設定 造就出車輛在高速下擁有更好的下壓力表現 而前面兩隻小翅膀呢 則是取自2016年的MOTO GP廠車設計而來 這可是在賽匯限制定封翼安全性以前所設計的產品 甚至超越現今MOTO GP的定封翼 除了產生下壓力之外 尾端收折的線條也增加了導流的效果 讓車輛在大直到時 不會因亂流的影響而產生左右晃動的情況 從這個圖可以看到速度 雖然速度越快 其實它下壓力是越強 可以從270mm Oros 30kg 在50公里的時候會有一封筋的下壓力 在270kg的時候就會有30毫斤的垂直下壓力 當然這麼頂級的車 一定要配上頂級的Olinx懸吊系統 但是其實我們都講錯了是Olinx 他不是在Olinx Olinx Olinx 講到車架部分 這次的V4改善了過去車架剛性過強的問題 讓前車架更具韌性 也使得車輛在過彎的效率大大的提升 讓車手在彎中可以感受到更多車輛回饋的感覺 同時後搖臂的位置提供了4段可調的設定 除了可以對應高低速不同風格的賽道 也可以針對騎士設定出最適合自己的騎乘感受 配備的這一組 專用點 你只要按下去 在一檔的時候 即使你全國門進P格區 他還是位於建於45跟80之間 讓你個人去設定 所以只要一離開這個區 有和直接購二檔馬力白跟失敗回來 空力套件 單次流行器 還有可調的避震、後避震 看見我也蠻張開 當然還有單座 搭配在配件箱裡面 還有賽道專用的後排照架 當然進入這次的活動重點啦 這次購買V4R的車主 包括了藝人ODI 一起來上台揭幕V4R 來揭幕 而這次總代理朔文也非常的用心 還請到了年初稱霸WSBK的Bodystar 錄了一段給台灣的這些車主們 你的車子是同樣的車子 我用於世界的超級車子 它是一個非常有效的車子 是一個很好的車子 但也就是車子 所以開車的車子 請保持健康 享受你的車子 像我一樣 在V4R的超級車子 請坐 並且每個人都能擁有Bodystar的 親筆簽名證書 好今天現場呢 當然V4R是主角 大家看到現場來兩台V4R 這一台是歐漢森的 這個ODI的 台上呢台上還有一台V4R 那台上的V4R是改裝好的一個改裝示範版本 那我們等一下帶大家看 現場呢還另外展示了V4S 以及一般版的V4 這是V4S 這邊彩繪版本的是V4 因為V4系列啊 其實都搭載的是貝奈利最新的 Super Cosa V3 所以這邊也展示了這個V3 如果你要認這個V4R跟V4S 你只要看到這個尾翼不得了 它就是V4R好不好 非常的帥啊 那你可以看到雖然是V4R 但是它考量到可以上路騎乘啊 所以它這邊還是有安裝後照鏡 但是呢台灣版本很抱歉 驗不過好不好 所以你要看到V4R在路上騎啊 我想短時間之內應該是不太可能 看到它的頭設計非常霸氣 還有它的封鏡啊 比起上一代的Panigali 它還往上加高了一些 除了在前面的部分 它可以增加更好的下壓力之外啊 它可以讓騎士有更好的擋風的效果 那除了剛剛我們講的這個定風翼之外 它前面的土竹也是用Carbon的 當然這樣的車一定是用上OLIS的套件啊 所以你看到前面OLINS 後面也是使用OLINS的中置避震器 那因為V4R它就是針對賽道而生啊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 它的OLINS是不可電子調整的OLINS 也就是用手動去調整的 那其實這跟賽道上的設定是很雷同的 因為賽道是不會有這種電子式避震器 但是一般版本呢 則是使用電子避震器 全彩的液晶儀表 轉速刻到這邊看是1萬5啦 但是這不是V4R 你可以注意到它座椅的大小 還有油箱的這整體的設計感 都跟上次這個上一代的PANICALY 其實還蠻雷同的 有一點蠻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的屁股真的設計的非常漂亮 環形的尾燈的造型 所以在一般道路上的辨識度非常的高 油箱呢也有一個法斯文的 法斯的感覺 整體的細緻感啊 更突顯出來 那台上這台呢 其實就是完全改到好的一個熱血的版本啊 你看STM的乾式離合器 那在輪框的部分呢 這台的顏色也跟另外一台不一樣 它的油箱上面的蓋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也是一個卡蹦的套件 跟剛剛那台也不太一樣 在排氣管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已經更換上全段的蠍子管 也就是剛才簡報中啊 它讓它的所有動力啊 都釋放出來的一個版本 只要賽道車其實都沒有保護 但是Bitati做文有趣 像Bitati證據 這台車是用一個保護的 And please take care of my bike 然後請好好照顧這台車 Please 拜託拜託 好以上呢就是我針對這次V4R的交車典禮做的介紹啦 那這輛車232.8台幣232.8的定價 其實說真的這次呢 他們已經銷售一空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直接在聯絡台灣說 我們看看 它這個接下來還有沒有引進的計畫啦 記得鎖定我阿邊的騎士 還有SuperModel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大便 大便